陳家洛議員 陳家洛議員 主席 香港人要有屋住 但是香港人也要有真普選 但是特首最近 我不知道張智江先生是否坐在上面 他將我們泛民和中英的關係 比喻作中日關係 不倫不類 不知所謂 這些人從哪裡找回來的 為什麼我們中產納稅人 今次施政報告見不到什麼 是幫到他們 但是我們要納稅給你請委任 這些人來推動政改賭米呢 特首你說你想歷史流明 我問一個具體的問題 你想學羅馬尼亞的壽西斯古 被人民唾棄推翻 還是想學蘇聯的郭爾巴喬夫 順應民意推動真普選呢 領警長官 主席 這些比願是不倫不類的 香港 香港 面對的情況 和羅馬尼亞和前蘇聯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多番講過 我本人和特區政府 尤其是負責這件事的同事 一定會按照基本法 和人大有關的決定 和解釋 推動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 我現在要命令陳偉業議員 及陳志全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 兩位議員立即離開 不要妨礙其他議員提問 陳家洛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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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決定 我們一定會根據這些解釋 決定和基本法的規定 做好我們2017年普選的准备工作 總結